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是老龄化的时代来临 台湾有将近8%是属于65岁以上的老人 但他们也或许因为他儿子媳妇女儿女婿的关系 必须到外面去工作 而用隔代的抚养他的孙子孙女 所以很多阿公阿嬷现在都当成像爸爸妈妈 在每年最基本得到一份孙子孙女对他的一个敬仰跟回馈 我觉得这非常有必要 所以希望内政部重新思考 定祖父母节不是台湾首创 在世界各地香港新加坡葡萄牙美国 他们都定了祖父母节 尤其波兰 他不只定了祖父节还定了祖母节 把祖父母节分开 也表示在一年当中选一个时间 来对祖父母表示敬意 这也表示为人子女 你如何教育你的孩子 怎么样来尊重长辈 记得以前歌仔戏里面有一段让人发人深省 让人要省私的一个桥段 那就是说有一个媳妇 她孤独她的大姐 当她的大姐要吃饭的时候 用这个打碗 让她为这个家旁边吃饭 等到她港桌来吃饭 当有一天这个大姐过世的时候 她的小姐把这个打碗留住不简单 她妈妈就问她为什么 你不想把这个打碗拿掉 她说你现在就是用这个碗 让我阿嬷吃饭 她后我要留起来 当你留的时候我叫我小姐 还是叫我母亲用这个碗给你吃饭 这也表示说有很多人 他会去告他一代 但是他没想到要如何优好他的死大人 如果透过所谓祖父母节 或是隔代的一个 影响很可能会让这些文人子女 也身为父母的人 更懂得如何对上以敬 对上以笑 对下以词 对下以爱 我希望内战部重新要思考 不一定定在八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天 也或许重阳节 可以加上祖父母节 我们可以慎重追远 对我们过去的祖先表示尊敬 对我们年纪大的长辈 也表示一个最高的从意 所以硬深思 祖父母节有必要 谢谢